三宝 三宝简单明了,但也博大精深。 其内容在求道时会详细解说。 现在只简单地提出两点。 首先,求道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休的真我,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。 在物质文明远较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,假若迷失真我,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。 若是正假为真,更使我们为了忙不满足假我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,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。 因此,求道启发了我们内在本的真我良心,真我假我协条融合,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没,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。 其次,求道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,又称良心之门,智慧之门,慈悲之门。 个门非常的重要,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,自然由大门离去。 如果次门无法开启,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,就可能会摔断腿。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,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。 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,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,被迫令寻航门。 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。 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。 因此,我们可以发现到,绝大多数的人灵中时,其肉体皆现现山将命恐惧无助。 与挣扎之相,求道就是开启我们的生来死去之正门,也就是通天大度。 因此,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道,求得三宝。 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,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,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,自然以良心作为待人物之准则,使人生更有意义,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。 得到超生了死的保障。 百年之后,回到我们的来不家乡。 所以先天大道就是回天之道。 千天大道之宝贵,即是千经万点不如一点。 此点打开玄观正门佛门,天行大路一步直超极的永生之道。 此点宝贵,超佛乐祖,超经乐,点超越天地。 得到这一点宝贵,它是诸经之师诸法之王诸佛之天地之。 不曰超生了死体的永生,不悔不灭之天天大道也。 此能及世人人人来不有的,必须返回天之道也。 此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? 我们今天很高兴能有这个机缘。 求道,能够开启良心之门,智慧之门,通天之正门。 这是第一步。 这宝贵的道,还能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福之意。 离苦的乐人生在使,遭受种种之苦恼,就其根源皆起因于迷失了真我。 求道,首先就是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不有的道。 召回我们本有至真至善至美至足圆满。 永恒不休的真我。 在日常言行之中发挥真我,是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和余礼。 至于至善,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。 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。 亲为一身之主。 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。 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,则不相随心转。 还可以改变命运,趋及彼凶,朝向光明。 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逍遥自在。 二,若比难自有人类文明以来。 道的真意变代代单传独受。 其没落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。 如中国、印度等。 奈何近百年来人类受物欲所比? 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昧了良心。 甚至竟相制造威力其大的杀人武器。 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。 在近代短短数十年间。 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。 无数小战。 伤亡无数。 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。 造成大气臭痒层之破坏。 全球性气候的改变。 人心之变。 但造了天灾人或连连。 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靠节。 因此,上帝鸿恩慈悲, 特将大道谱传于世, 以万救良善。 求道以后, 我们时刻存这道心, 以良心待人处事。 当遇又人力不可万救的灾祸时, 只要成心使用三宝, 必能灾地结。 逢凶化疾。 此事验证甚多, 不生没举。 三超生了四人生, 又如一段苦乐相参的旅程。 遭受生存竞争衰老并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。 而人间重重欢乐又往往是短暂一点的。 尤其当旅程结束时, 终究成空, 微速渺茫。 更不禁令人稀毒畅茫。 是以智慧者又见于此, 乃以超生了死。 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, 为人生至高之目标。 古代先修后的, 因此故人为求超生了死, 净必生之力, 苦修苦行。 仍难以访的明师达成心愿。 如今大道谱传, 先走后修, 再求道过程中, 天命明师一旨, 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。 先赋予超生了死的保障。 我们得到以后, 认识了真我, 以真我为主宰。 愿离邪心方面, 让我们的心念言与行为。 无论在人处世结合于良知。 百年之后, 真我灵性自然返回不家乡, 永享平安喜乐。 四成圣成贤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成贤的正因道种。 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清净灌溉它, 它必然萌芽开花结果。 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, 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。 求道修道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, 更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奸善天下。 求道之后, 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, 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, 不计个人得失荣辱, 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想道的好处, 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。 尽其一生,精净不屑, 则在世集成就圣贤事也。 归天之后, 必正圣贤果未无疑。 千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。 天命就是三朝明师。 明师一遍玄关开, 打开正门佛祖来。 天堂飞在我身外, 天上地下我都在。 此乃千天大道的尊至贵至宝也。 千天大道, 天命宝贵。 三朝明师这一点妙之积意。 非是在言与文字相声音可得。 非是在千经万点上的。 非是在讲经说法上的。 非是在世智变聪上的。 非是在博学才能上的。 非是在财高八斗上的。 一上皆是生死法对待法。 非是超生了死脱对待了生死之法也。 此次级的天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。 其妙即义。 此者是无师智。 此智是妙智妙慧。 此智慧是我的来不由的。 由千天带来的。 一级是在找回来天地人。 万物万类未生。 以前我的初心。 即我良心天心道心老心也。 千天大道之妙。 四妙之贵。 妙不容颜。 不学而知。 不学而能。 一级是先天带来的先知先觉。 妙用妙能。 此知此觉此能此用。 不用言语文字声色。 不用思想。 不用念喉。 不用言听事动。 而生天地人万物万类。 生天地人万物万类之后。 这天地人万物万类。 时可分妙也一步开其妙用妙能。 不约万灵真主宰也。 射若天离开千天大道之妙用妙能。 则和汉心斗乱续。 日月无光。 亦不能轮转。 则阴阳二气不能流通。 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。 人人皆不得其生存。 射若人离开千天大道之妙用妙能。 射若大底离开千天大道之妙用妙能。 这金木水或土不能相配。 则偏像丛生。 山峰地裂海水枯干。 亦使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。 人人不能得其生存。 射若人离开千天大道之妙用妙能。 则寸不难行。 眼不能看耳不能听口不能言。 总之全身不能动作。 一百日之后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。 此乃千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。 妙之吉宜。 射若觉悟认识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。 的支持而实行。 即是天人和以天人一体治理。 绝言妙不容言。 不是死后成佛。 当体即佛已。 不曰如来佛如是佛也。 此乃的千天大道修千天大道之好处。 不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。 求道既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好处。 我们今日能有机会求道。 会不会显得太容易了。 事实上。 我们能得闻千天大道。 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慈。 将自古不清洁的大道复传于是。 使我们有机会得此天之道。 另一方面。 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组上有得根基深厚佛缘成熟。 才能够顺利求道。 此外。 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发一个良心愿。 此愿可归纳为三个要点。 我愿意得到以后。 愿意明悸病师建造的精神。 也就是日常生活所思所言所行。 皆愿意良心作为依归。 二。 得到以后。 愿意能力所及。 住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。 愿意多了解道的意义。 并让更多的人蒙受天道的福祉。 三得到以后。 绝不将求得的三宝告知任何人。 三宝必须在庄严的求道过程中。 天命明师传授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。 若有我们切录给其他人。 则不但毫无意义毫无效果。 我们自己也违犯了天律。 这良心愿。 合乎人人本具天赋的良知良能。 所以我们人人都能够做到。 真诚实见良心愿。 真诚实见良心愿。 也必须滋润我们求道时。 种下的智慧慈悲清静之正因道种。 使他顺利萌芽开花结果。 才不至虚度这天在难逢的求道修道良辰。 值得一提的是。 我们能顺利求道。 原因之一即是沾了主德的光。 是顾上天开恩。 只要我们修道有恒。 则我们的祖先也有机会可以求道。 超生得久。 我们的子孙义的硬币。 对父母祖先尽大小。 这是最好的机会。 只要具备以上条件。 则不论任何国界种族宗教信价的人都可以求道。 欲求得天天大道。